明年底中央政府一年以上的公共债务未藏余额 达到6兆1337亿新台币 占前三年度GDP平均值是32.6% 来到将近五年来的新高 说这一点一般民众肯定无感 认为关我何事 但是提一个数据就肯定有感 6兆多的政府负债 代表人均负债将会达到史上新高 每个小孩刚出生就要 大概是30年前的20倍 影响所及 未来各种社会福利支出 以及劳保健保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政府财政恶化是全民都得承担的 欢迎收看Today大头家 我是阮木华 我们都知道基本的理财原则 也就是赚多少钱花多少钱 如果超支就要负债 负债终究要还的 政府也是一样 财政税入跟税出米不平 就会产生负债 目前的情况就是负债越来越多了 可以说是举债度日了 就叫做债留子孙 行政院提出明年度中央政府的预算 税入估计是2兆450亿 税出的规模却扩张为2兆4500亿 估算今年的财政短处是3738亿 明年会增加到4096亿元 造成未偿债务余额飙高到6兆1000多亿 是前三年GDP平均数的32.59% 那距离法定举债上限40.6% 空间只剩下1兆7000多亿 如果每年都以3000亿到4000亿的 这样的数字在增加 那么请问这种好日子还能过几年呢 以劳保为例 潜藏负债超过10兆 三年前开始入不敷出 那政府今年得拨补200亿来填平 那明年要220亿 洞可以讲说是越填越大 健保今年开始也入不敷出了 那今年不除600亿 明年更增加到900亿啊 难道也要政府拨补预算来补足吗 政府有多少能力去填这些无底洞呢 媒体多次报导各级政府 无效率投资注入文子馆等 那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说明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2.0 2021年到2025年预算的分配 那其中轨道建设预算占比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数位建设的上升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整体预算是8400多亿 前4年2017年到2021年已经花掉了3300亿 剩下5100亿 准备在2021年到2025年把它花掉 那其中重点项目之一的轨道建设预算 那竟然从4241亿元大幅腰斩到1903亿 那部分的轨道建设会不会是当初规划不当 才要删除的无效投资呢 这值得深思啊 那前瞻计划8年下来一共要投入8000多亿 这个庞大的数字也让人担忧 会不会出现债留子孙的问题 那根据中央政府提出的最新预算 明年未尝债务余额就高达6兆1000多亿 人均负债更达到史上新高 那每个小孩刚出生就要背上25万9800块的债务 那大概是30年前的20倍 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了 生育率本来就低 如果拼命举债会不会再留子孙呢 那年轻人更不敢生育呢 造成恶性循环呢 再加上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那财政状况可能还会更加恶化 那依照金融海啸的经验 至少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好几年 那今年的营锁税大幅缩水 财政部预估整体税收可能会短收千亿元 再加上劳保短差扩大 缺额都是政府要拨补 拿纳税人的钱来填补漏洞 那势必会在未来出现负面的效应 未来的年轻人恐怕日子会更不好过了 请您看完之后 按赞分享加订阅 也请您赶快去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这样每天重要的新闻以及我们的节目 就能推送到您的手机 如果您错过今天节目的播出也没有关系 您只要到Light Today的理财栏目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影片 Today大头家 天天带您掌握最新的金融脉动与财经趋势 我是阮木华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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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eli 明天见